杜金玉 如果拜拜了,所有的愿望将被满足 杜金玉 对于中国人来说,没有任何珠宝类式的价值是等于玉石的 玉可分为多种类型,像根据它的设计 例如,杜金玉 按照颜色的分化会有不同的含义和好处 除了将玉石分成各种颜色之外 我们还可以根据玉质地的特点来分辨玉石 如白玉玻璃,如白色玉,杨姿白玉等等 而玉的品质也取决于它的来源 例如,平安镇和中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 从远古时代直到今天 中国人喜欢用大剑玉石雕刻成神和各种吉祥动物 用于崇拜和作为各种灵活的祝福 如,福禄寿,财神爷,观音佛下等等 你看到的玉佛像是一个成为出现在世界里的 因为它是每个时代皇帝的玉保存在库中 那些见过的人被认为有很多的功德的 当崇拜他们时 你生活中的一切将被实现 其中美国人在库中 学校 玉保存在乱护 圣舞 学校 玉保存在 孩子 年龙